一家知名的人壽企业展业基睿通讯处特地捐赠50盒的食物箱 给照顾独居老人的华山基金会基隆新北区 希望抛砖引玉呼吁社会各界 一起来帮助华山持续照顾需要照顾的老人家 那也让华山基金会对于独居老人照顾的部分上 有充备的一些资源 那募集的食物箱提供给我们这个华山基金会 作为弱势关怀使用 企业的爱心也受到华山基金会基隆新北区的感谢 更希望社会各界可以捐款帮忙 特别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各界捐款明显减少 那受疫情的影响有很多物资 跟一些往年的长期捐助的散款 其实都有一些缺额的部分出现 那国泰人寿这次雪中送炭 那将这些物资呢 分发给我们华山基金会照顾的长辈 那我们这边非常感谢 那在中秋节的活动 我们这边也有一人350元的中秋关怀礼 那也希望市民可以踊跃的捐款 谢谢 华山基金会基隆新北区大约照顾600位需要帮忙照顾的长辈老人家 记者吴俊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